感覺都很很燙 呵呵呵好燙喔 呵呵好燙喔 我的媽呀 不只有一道趕快把它翻過來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自由料理人若瑜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道菜 非常的簡單 為什麼非常簡單呢 這道菜叫做泰式豬頸肉 哈哈沒有吃過吧 其實你有吃過 只是你一直都不知道 它可以用在豬頸肉這道菜 這道菜呢 其實是在三級警戒那個時候 不是五月中嗎 那時候很熱 然後就待在家裡時間比較長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家裡亂煮啊什麼的 這道菜呢我沒有看過 就是我沒有在YouTube上面有查過 但是我是看那種文字的食譜 然後動手做一次就成功 所以這道菜可以算是零廚藝的料理 可以推薦給大家 需要的食材在家 好可以趕快截圖囉 好截完圖以後呢 等一下等一下 就這樣的精髓 來這邊是魚露 推薦給大家 一定要買魚露 哪一個牌子都沒有差 隨便 好不分品牌 總之呢就魚露 它這瓶上面有寫一句話 我上看到我覺得非常喜歡 它說 愛心是食物最好的調味料 有沒有 我真的覺得煮飯呢 就是要把愛放進去 用開心的心情 你煮出來的飯就會比較開心 對 你煮出來的飯 那個人吃了也會比較開心 好 來來來開始囉 這道菜呢精髓就是醬料 所以我們需要的醬料就是魚露 網路上是說60CC 可是因為我家沒有那個量杯 所以我就是拿這個普通的碗來做 就大概就是抓一個量 我大概就是抓我們如果喝感冒藥 不是一次要10CC嗎 大概6次 就是那個感冒糖漿那個 我就是大概就是印象中這樣 然後咧 60CC的檸檬 其實我也不知道檸檬60CC大概多少啦 反正我也是抓一個大概 那我就是用比較土髮煉鋼的方式 我都是這樣就是比較快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抓一個量 就是一顆 一顆小檸檬 或是半顆大檸檬 你想要酸一點咧 你就是一顆大檸檬 這樣好像在繞口令 就是檸檬啦好不好 一顆 在場的人覺得我很荒謬 接下來 60CC的常溫水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60CC到底多少 你也是抓一個量 煮飯呢就是開心 你也不知道這個量大概是多少 就憑一個經驗憑你的感覺 我每次問媽媽說 這道菜怎麼做啊 她都說就是一個感覺 所以我現在就感覺到魚露好像不夠 我再加一點 OK 然後咧 用砂糖 砂糖我自己在家裡齁 是放了那個四條 你以為是那個打麻將那個幾條對不對 但是這一條好像又比較 我覺得要五條 五票 我覺得要五匙 OK 不會太甜 因為我們還要再加辣椒 來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備料 這道菜就是越多大蒜越好吃 所以你可以用很多很多大蒜 這道菜的精髓就是醬料 因為煎肉大家都會煎肉 主要就是那個醬料 然後咧 香菜 我就是放個兩條啦 欸有人怕香菜嗎 聽說怕香菜是因為基因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香菜才好吃欸 你有沒有不吃的調味料 沒有 我真的想非常久這問題 我世界上我沒有不吃的東西 有力 吃 茄子 吃 很多人問過我這問題 因為當我說我 我沒有 就我不調食 我什麼我都吃 所以就愛吃星球啊 這道菜後來有成為你們家的常備 有 每一次客人來我會拿這個出來現保 因為我沒有什麼保可以現 你知道嗎 也就是你都學的會 我們要拿來表演也沒 對 這真的是表演菜 好像很難 但其實超簡單 好 當我放下去這瞬間 這道菜已經完成了90%了 燙個那個豆芽菜放到底下 這是為了等一下鋪盤要用的 肉在下之前還是先讓它擦乾一下 原因就是比較不會噴 這道菜其實肉薄一點點會比較好吃 好 差不多 好 開始開始 趕快下去 反正這個就是熟了就好了 開始開始噴了 很可怕 我覺得媽媽都很強欸 我覺得媽媽都很強欸 都被撐到然後都沒有叫 蘿蘿再翻面 感覺都很燙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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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呀 不行 聞到趕快把它翻過來 好燙喔 我今天比較緊張 所以我沒有把肉切得很漂亮 可是大家應該不會介意吧 我平常是可以切得比較順的 這種肉就是熟了就好了 不用任何的技能 用它鍋內的這個余溫再把它熱一下 我會希望下面有鋪一點比較健康的東西 好 接下來就是要趕快把它拿起來 擺盤 就是要把醜的放底下 漂亮的放上面 隱惡陽善的意思 哎呀 這個調皮 然後咧 關鍵醬料 噔嘞 泰式豬頸肉 大功告成 噔嘞 完成了 泰式豬頸肉試吃時間 好好好 哈哈哈哈 真的直接好吃 吃完你會想說 我希望我來許願 既然是第二集 然後娘娘 他下次或是有朝一日可以來 吃吃看我做的泰式豬頸肉 台灣人會喜歡的泰國人我不確定 但是他真的非常符合台灣的口味 我給自己 95分 希望你們喜歡囉 開式豬頸肉 開式豬頸肉